今天是2022年1月29日,欢迎来到JLLA-ACEA新闻专题报导。 我是新闻报导员李承志,今天跟大家报导的专题是《黑客入侵政府部门》。 2021年12月31日,中国香港特区政府,劳工及福利局,康复服务中央档案室,资讯管理系统,怀疑被黑客入侵,该侍服器在有残疾人士登记症,申请人的个人资料,包括姓名,香港身份证号码, 出身日期,地址及残疾类别,政府正进一步调查系统内的资料曾否被瀏覽或盗取,以采取适当跟进行动。 本台希望政府会进一步加强系统保安,避免同类事件再发生。 本台也建议大家多加留意自己的个人资料,防止他们被盗用。